謝謝你們的掌聲 謝謝你們的歡呼聲 我剛剛 他那公司從飯店借我到林口來的時候 我一直在想 我看到很多人 那個車子堵塞 有些人甚至下來 在這個太陽底下走過來 心裡非常感動 你們從那麼遠的地方來 大家你們辛苦了 不過經過千辛萬苦 我們終於來到了這個地方 既然來了 那就讓我們好好享受今天的這種歡樂的感覺 更重要的 我們是為了我們的明天 為了我們的未來 為了我們的夢想 我們要大家一起互相的勉勵 好不好 好 好 台灣有一個企業家叫 郭台銘 非常佩服的一個 成功的這個創業家 洪海集團的董事長 郭台銘 他講過一句話 想要成功 要做對三件事 第一 要選對產業 第二 要選對公司 第三 要跟對人 今天 我想好好跟各位談一談 我們選對公司 我們選對的產業 郭台銘 他在 我也不知道哪一年 他創辦的這個洪海 大概是我來的 來的時候吧 那個時候 這個 電腦的產業 是 等於是這個 稀釋待發的 對吧 所以洪海 當然 郭台銘 這個是值得我們敬佩的 可是 他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選對了 這個行業 成功的激勵 就大很多 所以洪海 你看 這二三十年 這個 投入這種電子業 電腦 電腦相關的這個產業 哇 這個真的是這個 風波發展 可是如果現在 你投入這個電腦業的話 可能就有點挑戰 對吧 因為電腦的這個產業 可能有點平均 成長非常慢 所以 紅海還有很多 台灣的這些企業 就開始轉型 開始補給其他相關的產業 其實現在可能最憨的產業 就是那種 行動裝置的產業 比如這個 智慧手機 可能每個都有 這個智慧手機 還有這個 平板電腦 iPad 如果你現在投入這個行業的話 可能這個產業非常好 還在成長當中 尤其是可能很快的 這個 蘋果要出什麼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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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ch 然後Google要出什麼 這個 Google 那個 眼鏡 所以這些都是行動裝置 所以 投入這個產業非常好啊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還要更好 更加這個 發展全力的這個產業的話 可能你要開始思考這個 銀端產業 其實 我最近看了一些書 我看了很多的一些雜誌 如果你們有看一些 媒體的一些報道的話 我跟你講 現在大家都在談什麼 談銀端 所以你看 台大電 紅海 或者是這個 很多這些產業 都開始這個 布局這個 跟銀端相關的這個產業 可是還有另外一個產業 可能很厲害 那就是3D列印 因為現在就是 我想你們很多都看電視嘛 對不對 現在這個 眼鏡也可以3D 這個列印出來 這個鞋子也可以3D 列印出來 什麼小提琴啦 鋼琴啦 也可以列印出來 一列印出來的小提琴 還可以拉的 還有聲音的 很可怕 不只這樣喔 甚至汽車也可以列印出來 連飛機都可以列印出來 怪不得這個美國總統 歐巴馬講過一句話 他說第三次的工業革命 將是這個3D列印 可是 這跟我們有關係嗎 當然也有關係啦 可是我覺得喔 要投入這種產業的話 可能這個門檻很高 不是我們普通老百姓 可以投入的這個產業 對不對 那 我們的產業是什麼產業啊 我們是什麼產業 我們是什麼產業 其實好像我們很多人 不大敢找直銷 我按理就是直銷嘛 對吧 那你覺得直銷產業 欸 有沒有成長性 有 有沒有嚴峻 有 真的嗎 真的嗎 是我覺得你們的感覺 讓我覺得好像 你們還很懷疑 各位 其實我們從事的是直銷 我認為直銷這個產業 他的未來眼睛非常的看好 會越來越好 我很有信心 理論簡單 因為直銷是短短的 這幾十年開始發展 更重要的一點 直銷很多人誤解 很多人不了解 所以 他的發展的空間 非常非常大 各位 以前可能從來沒有 所謂的這些創投公司 國際的這些投資公司 投資家會 投資直銷公司的 可是你知道嗎 現在這一些投資公司 他們已經聞到了 聞到了直銷的未來 聞到了直銷的長年的發展 所以他們開始已經在 投資直銷公司了 那為什麼直銷的眼景 那麼的看好呢 為什麼直銷是向上的產業呢 其實理由很簡單 因為有需求 各位 直銷之所以 會有非常好的 這個成長的空間 是因為它提供普通老百姓 一個增加收入的機會 一個創業的機會 一個實現夢想的機會 想要創業的人 真的很多 而且是越來越多 各位 這幾年我們一直看到很多的 這些報導 現在的社會是什麼 安心社會 換句話講 有錢的就是少部分的人 他們掌握了大部分的這個產品 中間的好像越來越少 那大部分的都是可能是普通的一些老百姓 這些人越來越多 所以現在你看台灣 你看報紙 你聽電視 什麼22K 什麼找不到工作 什麼這些的薪水沒有增加這些等等 這一些人都需要機會 你說是嗎 所以直銷提供了 讓我們普通老百姓 一個翻身的機會 一個能夠創造財富的機會 一個可以思想夢想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認為直銷是絕對會越來越好的 各位安利的夥伴 各位朋友 請問 全世界最成功的自銷公司是哪一家 安利 安利不只是全世界最成功的自銷公司 是最大的自銷公司 是每一度最好的自銷公司 我那個時代 小孩子 如果大人問這些小孩子的話 小朋友 你長大之後你要做什麼 我那個時代的小朋友都會回答 我長大之後我要當律師 我要當工程師 我要當醫生 現在呢 如果你問小孩子 你長大之後做什麼 也是一樣 我長大我要當律師 我要當工程師 我當律師 可是也有小孩子開始講 我要當安利的皇冠大使 我要給這些 從小就立志要當安利皇冠大使的 小朋友們 佛伴們 我給你鼓勵 我讓你明白 你的選擇是對的 各位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們的未來 阿利的未來 我們的未來 你們的未來 真的是 非常非常好的 只要你敢去做夢 只要你敢下決心 未來 未來 這個舞台上的人 將會是你 我們都為我們的成就歡呼 剛才很多安利的這些 雅大神來的 還有 幹等等 談了 這個安利現在的成就 安利是最大的 最成功的 我感覺到時候 他們都非常驕傲 其實當我們分享完之後 我們聽的人 也非常的驕傲 我相信你們眼界都非常的驕傲 哇 你真的是不得了 對吧 因為我們有最好的產品 我們有這個最完整的產品線 我們的品牌 牙齒是什麼 這個世界五大品牌 我們的E-Spring 進水器 是台灣賣的最好的 我們的空進經濟機 我們的日常用品 還有我們的紐萃 是全世界最受消費者 歡迎的 最期待的這個品牌 這些都是事實 可是我覺得 如果你想的是未來 我相信各位 你們大部分的人 可能可能 剛開始不求 你們做了選擇 你選擇了按這個事 可能你還在思考 要不要做這個決定 今天你聽我分享之後 我可以告訴你 你絕對會做這個決定 你要成為安利的皇冠大使 安利的過去跟安利的現在 對我們而言 老實講 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關心 我們的明天 我們的未來 我覺得 我們必須要問的 每一個從事安利的夥伴們 每一位新的指教長 你們要問的 就是這句話 安利會不會繼續的成長 安利會不會不斷的成長 我在這裡 有很肯定的一切跟各位講 安利會繼續的成長 會不斷的成長 我剛剛開始做安利的時候 1978年 離開現在已經35年了 那個時候 我參加了很多的會議 我跟你們一樣 剛剛開始 我也是一個人家完整的事業 我當時很渴望成功 我請教了很多成功的人 我聽了很多創辦者 老迪威斯先生 老溫納諾的這些卡帶 當時是卡帶 我現在是CD 那當時我在聽的時候 我受到很大的討論 尤其是這個 老溫納諾先生 他講了一句話 他跟大概一群的安利 夥伴在演講 我覺得老溫納諾先生 他的一切非常的有自信 他說 安利會繼續的成長 不管你做不做安利 這是多大的這種信心 安利會繼續的成長 你做不做安利 安利都不做 各位我不知道 當時現場聽的人的感覺是怎麼樣 當時現場聽的人 有沒有把這句話聽進去 那是三十多年前 那個時候安利的營業 也只不過是十來億美金而已 可是那個時候 運安諾先生 充滿了自信 安利會不斷的成長 安利會繼續成長 然後 他跟現場的每一個伙伴挑戰 I challenge you Grow with 安利 跟安利一起成長 各位伙伴 今天我要向你們挑戰 跟安利一起成長 35年前 因為我接受了挑戰 我選擇跟安利一起成長 所以今天我做到皇冠大使 相信我 今天如果你願意做這個選擇 你願意相信 你未來也絕對不會是皇冠大使 各位你想想看 三十多年前 安利的營業就十來億美金 今天安利的營業額是一百 將近一百二十億美金 各位 我覺得我們是一個有夢的人 安利是一家有夢想的公司 我常常聽 德比威斯 談到安利的夢 還有溫安洛賢 談到安利的夢 各位你知道為什麼我對安利有這些信心 就是因為安利有夢想 今天已經達到了一百多億 我覺得剛才我看了一句話 你心中的想像力有多大 你的安利事業就有多大 我已經開始在想像 未來安利將會邁向一百億美金 那公司 你想像一下 一千億 謝謝 數字不可以亂講 因為美國財務長在這裡 非常管我們的獎金的人在這裡 所以講話還要小心一點點 不過 我相信你同意我的看法 我們的未來 我們會邁向一千億美金 各位我覺得選擇很重要 決定很重要 更重要的一點 各位福患 我覺得 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真的 要相信你自己 如果你不相信你自己 沒有人會相信 這就讓我想起 三十五年前 我加入了安利 其實之前 我的好朋友 陳冠田 他就已經跟我分享安利 只是 我當時可能太年輕了 我沒有那眼光 我看不懂安利 所以我就集結了陳冠田 然後一年之後 可能 我有一點智慧了 我看懂了安利 所以我就加入了安利 加入了安利之後 我就想起了陳冠田 我就去找陳冠田 我找了陳冠田 陳冠田非常不高興 他就看了我 去年我加入安利 我叫你做 你集結了我 為什麼我現在就要加入你這裡呢 就看了陳冠田 我說因為我相信你 你也可以做得到 你知道嗎 陳冠田常常講的一句話就是 全世界只有兩個人相信他 一個人叫傅厚健 另外一個人叫陳冠田 所以他這個決定沒有錯 他加入我 他今天也是皇冠大使 讓高興看到這個陳冠田的太太 今天 Alice也來到這個現場 安利結局會不斷地成長 為什麼 因為安利是全球最佳的創業公司 我剛才講過了 我們很多人都很想創業 我們很多人都想成功 我們很多人在找機會 各位 你想一想你的周遭的朋友 你想一想社會大眾 真的太多太多的人 他們想要反省 他們想要有一個非凡的成就 他們真的需要機會 所以 為什麼安利會不斷地成長 因為安利是全世界提供創業機率 最佳的公司 我回想起 35、67年前的時候 大學畢業出來 我也有夢想 我也想增加收入 可是 不是那麼容易 非常高興的 我加入了安利的事業 我加入安利只有兩個理由 只有一個理由 對不起 只有一個理由 我加入安利只是為了 賺錢 那我賺錢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 是我想買車 因為 我 從小 我看我爸爸 騎腳踏車上班 30幾年 他一個人很辛苦 每天騎腳踏車上班 要養活我們全家 而且還要送我去英國念書 所以 當我大學畢業 我有了工作的時候 我一直在想 我要買一個車 可是你都知道 薪水就是那麼多 我沒有能力 我不是那麼努力 我很努力 可是薪水是有別的決定 我每次坐公車去上班的時候 馬來西亞很熱的 你要知道 我每天要急公車 我每天沒事 在公車上 我看在馬路上 有很多的車 我就問我這個問題 全世界有那麼多部車 為什麼沒有一部是我的 我一直不斷地在問我自己 為什麼有那麼多部車 每一部是我的 所以各位 那個時候我對我的工作 真的不是很滿意 所以我一直要買車 所以我加入案例 就是希望賺錢買車 賺錢的第二個理由是 我有夢想 我一直很想 改善我的生活 過好的生活 我相信各位 我年輕人 都有很大的夢想 對吧 我的夢想 其實我就是想自由 因為我不太喜歡 時間有別人安排 我不喜歡這樣就完我的工作 我希望 我能夠完完全全 掌握24小時 時間由我來掌控 我大學畢業之後 我是在新加坡 南洋大學念書的 我是念工裡的 我畢業之後 比較少工作 而那個時候 三十幾年前 剛好在新加坡馬來西亞 有很多這些外資 設立這一個電子工廠 他們都很需要這些 練力科的人 所以我的同學 還有我的學長 有幾個在這些 很有名的電子公司上班 當工程師 所以他們就建議我 為什麼不來公司 這個面試 那本來安排好了去面試 可是 結果碰到了一個同學 我的同學就問我 要去哪裡 我說要去面試 他說做什麼 我說 要申請當工程師 各位我那個時候 二十五五六歲 要當工程師 他就看著我 他說當工程師 當工程師 有什麼用 薪水一點點 沒有自由 他說你跟我啦 他說你跟我 你看 我的收入 比你當工程師的收入 高了好幾倍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看我的工作 你喜歡 你十點上班 不然你十一點上班 你不喜歡 你不用來上班 哇 這句話很刺激耶 我聽完之後 就迷迷糊糊的跟他了 你知道我做什麼嗎 我那個時候 我還沒聽到案例 我跟他去賣保險 可是我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業務員 最笨的 六個月掛了 大學生耶 還要跟家裡面伸手 實在是丟臉耶 沒辦法 就放棄掉 然後去找工作 找了幾份工作 就像老爹是這樣的 自負 我始終的 我很了不起 那常常跟我的這些主管 因為我不喜歡被人家管 你知道嗎 常常跟這些主管 怎麼講 反正啊 你看我不睡了 我看你不睡了 不睡了就怎麼樣走人咯 對不對 我就離開了咯 大不了換另外一個工作咯 而且都是我的錯 因為我常常我去喝下午茶 不然就 各位你知道我在上班的時候 在想 喜歡十點上班 不然十一點上班 不喜歡 可以不要來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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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不要來上班